各位弟兄姐妹 早晨 无论在线上或线下 我们欢迎大家 特别就是 假如你第一次来 我们因传送信会的崇拜 参与我们的聚会 我们很欢迎你 如果你完成崇拜之后 你可以在大堂 我们有一个欢迎国 你可以和我们多一点的联络 可能你过去几星期 已经来了 但未认识新的朋友 我们的会友 请你都可以主动认识 我们亦都用我们认识你 在网页和手机程式 也有很多关于我们教会的资讯 可以帮助你去联络教会 去认识我们各种不同的活动 另外 接下来4月16日 一个很重要的日子 大家记住 特别就是 如果你是过去六个月 刚才参与殷存的 就请你尽快报名 可以在外面有个QR Code 亦都在我们手机程式上有QR Code 你很容易就可以进去报名 你就说Newcomer 你是免费的 我们是很乐意 亦都很开心能够去欢迎你 亦都用我们其他的帝影似 去认识你 假如你是刚刚过一季的季会 里面是新的New Member 你放心 就算你写Member 我们也认得你的名字 那你也是免费的 所以请大家 最主要报名 我们预备足够的饮食 好吗 在3月19日的时候 我们有个季会 你刚刚参与殷存 每天成为新的会友 都是在这个新的欢迎会当中 另外有一个日子 也很想大家记住 就是 接下来4月底 4月30日 因为我们的大业主 Eastrich教会 就有个全国的联会聚会 那星期整个教会 都会用来他们联会聚会 所以我们那天的崇拜 请大家记住 今次讲一次而已 到时就之前一个星期来提醒大家 就是你记住 4月30日的礼拜日 你是下午聚会的 你下午才来 上午的主一学 特别是粤语堂 上午主一学 你仍然在网上举行 那次就没有实体了 那次只在网上举行 然后下午2点半 就回来有崇拜的时间 英文堂也有同样时间去崇拜 国语堂是1点钟的 请大家特别特别留意 好吗 安排你4月30日同拜的时间 他们很多年才有一次这样的大型聚会 所以我们需要配合他们的安排 另外我们经常都说 我们要接触社区 希望我们能够将福音广传 所以我们继续都有免费报税的服务 那请大家 你的亲戚朋友 或者你的轮舍 如果是符合我们在网上 和手机程式里面所说的资格的 你可以推介他 那我们可以安排为他 在4月底之前 做好免费报税的服务 还有微信主的儿童是参加的 还有小量的名额 请你尽快和帕西阿德联络 去报名 也都能够邀请你子女的朋友 一起和他们参加都可以 另外我们5月14日 我们会举行一个 在母亲节当中的婴儿和儿童奉献 婴儿就刚出生了 但是12岁以下的儿童 如果你过去你的儿童 没有参与过教会的婴儿和儿童奉献礼 请你尽快在4月16日之前 两个星期之后就截止 你告诉江牧师 他会和你联络 也会解释给你听如何安排 接下来这个星期 就进入了一个 受苦节的一个最后的礼拜 今天是中庶主日 接下来星期五的夜晚 我们晚上特别为大家安排了一个特别的聚会 就是受苦节的夜晚的聚会 就是《黑夜未了,黎明未现》 再一次是诚恳的邀请大家 星期五晚接下来 七点半钟回来 我们也有英文、国语、儿童 我们安排的所有 都是同时进行的 你可以带来家庭 整个家庭一起回来 特别于《御语报》 我们就会在黄重明全道 帮我们一起 用一个 我们可能过去未很熟悉 但却是一个新的 可能有一部分 在《帝京节目》来说 比较新的 一个用艺术的墨观 Visual Divina的方法 去进入一个深层的灵里的墨想 请大家能够参与 可能你过去年年也有参加 《御语至同时崇拜》 《受复至崇拜》 但这次是一个默想特别的聚会 请大家参与 另外就是下个星期日 最后就是下个星期日的安排 下个星期日的安排 我们会在粤语、国语、英语和儿童崇拜 是联合崇拜的 请家长留意 因为儿童是带来这里开始 唱完歌 大约是去到讲道之前 小朋友会回到楼上聚会 也有老师带他们上去 完了也会带他们来 安心 只要带小朋友来到这里一起坐就可以了 下个星期 因为我们有五位弟兄姊妹受浸 在崇拜里面我们会安排一个浸礼 也因为崇拜的时间有限 所以我们特别是10点到11点 在运动场 你进到这里 向那边走 我的右手边 就是我们的运动场 在那里可以参加几位的见证 每一次我们听这些见证都很触动人心 邀请弟兄姊妹 为这五位新受浸的 张宇会新受浸的大兄姊妹 和他们一起庆祝 听他们的见证 下个星期 请大家预备好你的心 无论是受苦节和复会节 让我们一起去经历一个不一样的星期 请不吝点赞